好了,各位拜拜 喂 喂,你在做什麼啊? 在讀,等下怎麼說啊?拍攝吧 哇,不用讀這麼多啊? 來啊,放鬆點啊 等這個鏡頭來到,你就叫它直接炒到這個海景 整個全灣最貴的海景 被你一次過飽了,大哥 13元呎租而已 在哪裡找才行啊? 騙你的啊 哇,這個海景真的濕了,不是開玩笑 當然啦,香港地,有樓有高潮 還要對著這個海景啊,還怕 真是不能忘記你 喂,不是吧,天 滾一滾它,西南見水啊 有水就是有錢啊 很緊要啊 當然緊要啊 讀過書,吃過夜粥來,師兄 不是你猜啊 是啊,不要說西南見水 但是再給你看這邊 兩邊景觀 東北都有文靠三邊啊 你猜只有你讀書嗎? 有些了道啊,真是見山啊 東北有卡飯 當然啦 走過對面天橋而已 直駁過荃灣廣場啊 下雨上去吃飯也不用探傘啊 哦,那就是這條濕圍濕的濕圍啊 簡直濕過果樹點啦 喂,到了啊 正經一點,正經一點 喂,你猜一下攝影師這個單位 他自己會不會行啊? 我不知道啊 喂,你回家拿一條攝影師,為什麼你會打攝影師 喂 Hello,大家好 我是海港文藝的Thomas 亦都是這個環球大流文藝油尖網區區長 今天呢,就帶大家來到這個 全灣區的工廠大廈 介紹個新朋友仔給大家先 Hello,我是Sky 我也是海港文藝的員工 沒錯,這個年輕人今年23歲 有力,有活力 好,我們事不宜遲了 帶大家去看一下這個單位先 好,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單位 是全灣的順豐工業大廈 這個單位是3076呎 單位是時時正正,四四方方的 中間就沒有任何 大家都見到沒有任何的震位、柱位 很實用的 你可以用來做你的倉 用來做你自己的動物 以及景觀方面 它都飽了整個全灣的海徑 四四方方 L營窗 全灣的時景 和全灣的海徑 在景觀你已經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位置相當方便 在茶漢國街的街頭 你走到天橋過道去對面 只需要兩三分鐘的路程 你到達全灣廣場 可以吃黑飯 各樣東西 來全灣的市中心都很近 去到西列站的交通方面 怎樣方便呢 其實你一會兒可以在景觀路上去 你已經看到其實對面馬路 已經是全灣西列站 我帶大家看看景觀 先 這邊一邊窗 是向全灣的市景 向東南邊 看回去 就看到全灣廣場 天橋過對面 就已經是黃小青中華旁邊的全灣廣場 看回去偏偏西南一點 在這個 我們的海資聯 西列站上蓋 看到它幾座大廈 就已經看到西列站的位置 所以 不需要我特別多說 你眼看都看到幾方便 再過來這邊 保留整個全灣最貴最貴的海景 看回鄉舊區 會偏西一點點 但是整個全灣最貴最貴最貴最美的景觀 就是向西邊 那單位其實 最大部份 欠缺最大部份的用途 大家都有概念 做一個工業的用途 其實工廠區 向西邊的工廠大廈 都比較光亮 其實都非常適合韓國業 Hello 沒錯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單位 就是順庫工業重心的單位 所以 大家沒看到 一個工業重心 那麼低 是韓國 差不多有11呎 而這個業主 其實對上的租鞋 另外一種之後 業主都很等錢去裝修 那麼將整個單位 無論是牆身 地板 天花 甚至洗手間 是將全部東西翻身去 給新租鞋 好 這個單位 是租金13元呎 全包 那麼有很多朋友 經常都說 你們地產經紀 經常說 全包是什麼意思 是否包括地租 警察 管理費 還有水電匯集費 還有Wi-Fi 大家解釋清楚 一件事 我們行外說 全包的意思 是包猜響 地租 管理費 這三件事 是由業主去負責 幫大家付的 幫租客付的 當然 如果水 電 煤 其他的雜費 就不用者自負 如果你租客 你說我進來 可能他說 我要大電的 或者可能去做一些 另一項行業 可能是做貨倉 或者可能是做凍倉 可能有些行業 他用的電會比較大 那個電費 會不會用得比較高 這一樣 就是由租客 你們自己去負責 那個租約 裡面也會寫明 是怎樣呢 就是那個電費 和這個水費 由租客自己轉名 就是由租客自己 直接去中電 和水務處去轉名 轉回來的私人名 或者公司名 可能我們可以帶大家來 看看這個位置 業主會在這裏 就做了一個painty 位 而在這一邊 就是有兩個洗手間 男女洗手間 3000呎左右的單位 可能你們用的同事 可能是十多個 有兩間廁所 其實都是非常之足夠 其實還有我們在工業大廈裡面 我們叫做有很多不同的行業 你都可以選擇的 例如做販舍倉 有很多人 最近也都興起一些 叫什麼 我們叫做網上生意 例如Facebook Shop 或者IG Shop 其實近一段時間 也有很多這些客人 來荃灣找這些倉 我們做一個倉 然後在這裏發貨 或者是叫客人上來 這裏摸貨 來 我們再看看這邊 而業主呢 亦都在這個房間 這個位置 他除了有玻璃房之外 外 我們已經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頂閘的位置 總之 今天就介紹著這裏 先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或者再深入少少了解 可以打下這個電話 隨時找我Thomas 或者找Sky幫手 多謝 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到我們海港的頻道 我叫Rick 最近跟朋友聊天 他問我 Rick 如果想買公客 或者租公客 如何確保安心又放心 我跟他說 第一樣就是 你要找到一個誠實可靠的agent 第二樣就是 這個agent 解釋合約的時候 要解釋得清不清楚 沒錯 因為如果不清楚的時候 往往會令到有金錢上面的損失 正正因為這樣 我們今天就介紹 我們身邊的同事 Jackson Jackson在律師樓做 你又如何把經驗 擺到地產行業 幫助客戶 我不說那麼多 交給Jackson 講述 我自己在律師樓 已經做了二十多年 關於樓宇買賣 租務的法律人卷 對於整個過程 我都很熟悉 所以我在這方面 可以提供給客戶 清晰的 在完成交易時的 法律程序 和意見 讓客戶在交易中 能夠很暢順 和很放心地去做 OK 聽聞你有一些忠實的客戶 對 我本身是Guntho 我很多電影節目 都有些租樓 買樓都找我 所以都提供很多單位 給他們參考 而我自己在信仰上 都要作好一個很見證 所以當我介紹樓宇 樓盤給客戶的時候 力求一定是真實的資料 還有將好處 一定要告訴他們 但賣處都要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可以做一個 全面性的參考和脫定 讓他們不會作出 任何的損失 也對 也對 另外聽聞你住了荃灣很多年 沒錯 我小時候住在荃灣 住了四十多年 所以在荃灣區各行各業的需要 我都很清晰 以此 當我叫我幫他們找樓盤 我都會知道他們真實的需要 於是很快提供到適合單位 讓他們不用走很多次去看樓 去看樓 去看樓 走很多冤枉路 看兩個就很快適合 立即可以展開他們的行業 做他們的事業大展鴻圖 對 對嘴型很重要 沒有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隨時打給Jackson 一定會幫到手 好 謝謝大家 各位你好 今天來到TCL其中的單位 介紹給大家 這個單位是很實用的 建築面積約600呎 大家會看到這裡是長方形的 方便客戶的設計和安排 都很適合 可以在當中很多東西發揮 在裡面我們看到有一個洗手盆 這個洗手盆是來去水位的 也是適合很多行業 他們可以利用這個設備 做他們的行業 除此之外 我們會看到 這裡有很多隻窗 當然空氣的流通 也很足夠的綱線 讓裡面的員工工作 都會很暢順 很舒適 而景致也很漂亮 晚上有很多燈光 但最重要的是 這裡很近港鐵站 在當中 能夠提供客戶 很容易來到 拿貨 或者上來探訪 而員工也可以 去食肆 下午去食肆時 都很容易 令員工工作都很舒暢 所以這個單位的租金 都不是貴 只是大約8,400元左右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打電話找我